最后是我的第一个T2啦 在中国说起纹身 大家总是想到 我做青龙 又白胡 但毕竟这都2021年了 虽然我对纹身并没有什么刻板印象 但是想到痛 以及在身上会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记 我还是到了快28岁 才有了我的第一个纹身 那么在中国和美国 大家对纹身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人毛苏菲尔是法语我记得的意思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纹身 所以我希望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而身边朋友们的纹身也有各种语义 这是我的两只猫 一只叫贝狗 一只叫梨花 这个是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 这个是三眼睛里面的百折 这边它是一个补墨网 然后它的一条线会直接伸到我的额头后面 这个纹身是一个人在想着山穿呼喊 就想提醒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 就一般来说大家第一个纹身都会想 我要纹的对自己很重要 要很有含义 但是纹久了其实就是 什么好看就纹什么 纹什么 多喝热水啊 可以纹杭州 荷花荷叶宝珠塔 雷锋塔 易学习艺术专业 从大二开始作为学徒学习纹身 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在中国城 就每周三周日的时候就磨成了那个菜场 就会有那种新鲜的猪皮 一袋一块钱 然后拎回去大家分一下 切好洗干净 然后开始纹猪皮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啊好想纹身啊 我家里人就是啊不行 都是小混混才会纹的东西 然后从最早纹身到后来都在我爸妈面前 藏了四年 首先我觉得比较像那种儒家的想法吧 身体发肤 瘦之腹底 然后其次我觉得是国内的那种大环境也有关系 但是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就开始不顾及那些纹身所带来的不好的名号了 其实一直追溯下去的话 最早的纹身有那种民族的意义 有民族根源的 在原始年代 纹身大多是关于祭祀和图腾崇拜的 而在中国 纹身最开始是一种刑法 在周朝叫做墨行 而到了唐朝社会风气改变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公教 叫做闸工 甚至在荆州 有个叫做葛青川的人 从脖子以下 纹了三十多首白居衣的诗歌 在宋代 《水浒传》里的许多梁山好汉 也都是满身花秀 而在美国 第一家纹身店出现在1846年的纽约 创立人之前是一名水手 在南北战争期间给非常多的军人纹身 战争结束后 他就继续这项事业 而另一名退役的水手 在1891年发明了第一台电动纹身机 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很多美国大兵会纹身 他甚至成为了男子气概的一种象征 直到1970年代 纹身第一次在军人群体之外开始流行 在当时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 许多年轻人会纹象征和平的首饰 或者其他嬉皮文化的象征 目前在美国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纹身师 但她依旧是一个 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行业 在北美的纹身产业的话 不太有很多的种族歧视 他们会说 哦 皮肤颜色比较深 那我不能纹你 然后我作为一个学徒 我最早的几年 在那个大环境下 我没有学到很多 关于这种BIPOC intersection的东西 也是跳槽了之后 自己才慢慢学起来的 目前美国有25000多家纹身店 超过3万名纹身师 是一个价值11亿的产业 虽然纹身曾经被认作是帮派的标志 在职场上也显得不专业 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 这种污名化有所减少 目前30%的美国人有至少一个纹身 而美国大众对纹身的普遍接受 也和流星文化相关 许多明星都有纹身 也有许多像Ink Master 这样的真人秀节目 还有像Anthony Bourdain 也会在电视里展示自己的纹身过程 有人愿意来纹身 就是一个对你的信任 他愿意把身体的这一部分交给你 然后愿意让你在他身上 做那种永恒的改变 纹身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 在人的身体上变成了一种自我的表达和个性声明 虽然比起我们穿的衣服和发型 纹身要改变就相对比较麻烦 但也因此这种主动认真选择的印记 好像就更加的珍贵和特别 Maybe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像易所说的 好玩好看就可以了 哈喽 谢谢你收看到这里 那你有纹身吗 你的纹身海域是什么 欢迎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们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Bye